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想什么都是 他应该对我 往外里想嘛 就像吃也是往嘴里送 习惯些的 拨开香蕉没说先喂他 举个例子 喂他他还挺难受 你不要这样子做菩萨 觉得我要做菩萨 拨了一个香蕉 一人先尝一口再吃 这真的挺难受 那个发心 大家真的需要你的那一天 你无悦无悔的奉献 人家不需要你 使劲蹭上去要奉献 那不难受吗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 不需要你的时候往上臭 还真他需要你的时候 你连影子都没有告诉我 所以井上切花者有只 雪中收太无 经常是这样 他哪不需要你 你往哪臭 他需要你帮助的那个地方 你永远到达 因为你觉得没能力 压根就没心吧 压根就没发过那种心 知道吧 我们都有能力 自己小瞧自己而已 都有能力 什么能力都有 只要想办法 没有你办不成的事 但是我们都没那个心 不想 因为我们习惯性自我 是我自己 所以爱也是 台积说爱也是 他也不爱我 他屁什么不爱我 他对我好不好 他对我好 他有厨一 我才有十五 你不能先有厨一 非得让他有厨一 你才有十五 说反正你骗了怎么办 他也是这样想的 我告诉你 他也把你骗 你在他那也不算好人 知道吗 也是不靠谱的 所以一样 自己看清楚自己 人道就是这样 你想改变人道的东西 也难 也不是说你随时想想就改变 用智慧赶紧圆满自己 就这样也行 圆满自己 解脱自在 那你就会接受人道的 所有的规则 游戏规则 觉得人种茶聊也挺好 一情别恋也挺好 爱你也挺好 不爱你更好 就这样子 一切都挺好 朋友骗你 就当上辈子妾的 说没骗走 看我智慧多圆满 骗你说 我不是我小偶尔药 凭什么他骗我 那就去药 人家没给你 也别伤心 要不回来也别伤心 就是这样 你就能接受人道的 所有邪恶 所有东西 你自在了吗 就圆满自己 你才能看见人道 你也别说 我圆满了 我还是看见人道这么饿 这极乐世界在哪里呢 不是说新钥匙清净了 这就是极乐吧 抱歉 别找极乐世界的像 没有定义 你以为极乐世界是啥样的 你看到所有的邪恶的时候 心里清净无染 觉得不饿啊 饿啥呢 大家就这样的 人又不是这样的 是啥样的 又不是神 又不是圣人 大家就这样 挺好的 他就这样玩的 很开心啊 哎呀 大家玩得好开心啊 然后他骂你 坐在那里就说 哎呀 挖十二级台风了 然后你就说 无物 莫名其妙的 怎么就是 是猪园哪儿居足了 从哪居足刮起来的 从海底楼 还是新龙刮起来的 从哪个脉楼起步 然后吹得这么香 然后听听说 哇太厉害了 我耳朵受不了 抵抗能力太差 就像我们的这个房子 如果你耳朵受不了 那肯定是玻璃什么房地 全让人家挂走了 那是灵界 知道吗 找到自己那个真的房子 你肯定挂吹不走 十二级 二十四级也吹不走 你 入入不动 有很多佛心 站在那里 你还怕十二级 二十四级台风 没有吹毁 没有可能毁坏啊 没有你啊 有啥吹坏 六根圆通了 都圆通了 坐在这 无我的境界啊 耳朵也没掉啊 不是六根圆通 不是说无我的时候 野耳皮舌舌全掉了 没掉就在这呢 这是没有局限性了 六根圆通 没有局限性啊 抱身成就啊 吹就吹 二十四 怎么吹啊 众生的恶啊 善啊都在那 你可以对恶 说一些法 对善说一些法 不叫不着想 但是说你想解脱嘛 那你就应该这样做 做点善的 为善下 因为这样逆缘少 你走的就是一楼绿灯 绿灯好像 对绿灯 活得就不行 好像有障碍 那他说我不想成佛 那你好歹要做个人吧 是吧 教育他就就老师嘛 教育他 做个好人嘛 好人有好报嘛 死了不会掉地狱啊 是吧 他说我也无所谓 我不做个好人 是吧 那你走那个 动物区分一下嘛 是吧 动物是什么 你是什么吧 再说一下 然后说我也不怕做动物 那就随你别了 掉地狱别海地糟哦 是吧 你要说 我做畜生 我自己说了算 没所谓啊 是吧 畜生也挺好 畜生平等哦 时间真的是蛮短的 时间是有限的 就是真的佛菩萨很慈悲 不断地去救度 我们如果自己不改的话 吃吃不改的话 就真的是 时间也会天天过去 也没有多少时间 是吧 即使说 没有一个菩萨 虽然菩萨是不舍一位众生 所有的菩萨教 文说菩萨教 他们不舍一位众生做救度 他从来不会因为你的 说是好或者不好 来舍弃你 但是时间还是有限的 你实在自己不 你实在不改 你实在自己内心的就留下来 留在轮回之中 留在无名之中 就是这样 也没什么下辈子再说了 一辈一辈一辈这样转辈 反正也很多事了 没解脱嘛 多活俩事也没问题 这个还真是 但是呢 轮回 不是说你留在哪里 就留在无名之中 留在欲见天嘛 当然我们做三宝 可以往上生生 是在天道嘛 但包括社稷物税 都需要禅定义 我们夜报这么重 在留下 蛮辛苦的 真的是 有智慧就去学佛 但是学佛不是 只是会背景 会讲解就进 我们智慧又在改习气啥 改毛病上 破分别心上 破相上 那才叫智慧 你啥也不敢 那叫智慧 你会背景又啥的 最多叫十字 最多会念经十字 谁不会念 现在小孩子背得可快了 所以我听懂佛说了 听懂你不敢 听懂你还活成这样子吗 那叫听懂 那肯定没听懂 就是有时候我们说 听懂了你还那么自私 听懂那么自私 是因为我们恐惧 有的人是恐惧 他怕失去 他不是自私 他是对未来充满恐惧 他觉得自己能力不够 对未来 尤其在家人很多 有少有老下有小的 我能体会到 很多大家对未来很恐惧 怎么连生存啊 什么这些都觉得自己 哎呀 未来怎么办 老了怎么 就是在考虑生存的问题 很多人不怕自己受苦 但怕亲人受苦 其实这都是菩萨的品质来的 比如说 就是怕你所爱的人 爱你的人受苦 也是菩萨的品质 就是说这种恐惧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 来自于得失感 佛说心无挂碍 无有恐惧 心无挂碍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所以说明你心有挂碍 然后就考虑 挂上啥了 你看挂上儿子了 挂上女儿了 挂上人力了 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个人 你小瞧了你女儿跟儿子吧 你小瞧人家活不下去吗 你小瞧人家没有你赛报多吗 你都活得这么好 活到受主自己了 人家活不好会饿死吗 你不小瞧人家吗 我们有啥本事呢 不在这世界也活到现在了 也风明 十二姐她为我们还活着吗 小瞧我们的孩子 当然父母老了 可能依赐一些 因为他们确实是 肌肉什么都被挽年了 这个需要你的帮助 小孩子的福报很大的 他会逐渐成长 然后找成个参切大树 然后人家去抗衡 跟风浪波动 我们不也这要活了吗 我们甚至是散要 太多了 人家都必须败了 只要是在一场 没有人家的 日本人有词 并不值得 很窝 失败 并不值得 在这部分 让他们在社区 嗯 和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